受险公司举办的第二届保存创新制造所正式开跑 除了延续去年计划内容 今年特别加码提高总奖金50万元 并且号召产官学创新先进共同赔利 预计三年将投资超过千万资金 培育台湾年轻人创新实践能力 今年我们也是透过一个调查 就是知道后疫情时代 其实就是民众对一些的健康啊 理财方面的一些的规范 有些什么最关注的一个点 所以在今年我们做了一些小小的调整 就是针对后疫情时代 民众对这些的需求有些什么的不一样 我们也在今年的一些的推动上面 可以把它当是一个参考 受险公司表示 和其他黑客松或商业竞赛 不同的地方在于 保存创新制造所从竞赛 培育到孵化完整赔利 由保存携手各界业师 评审员工和保护 共同提供学生创新实践的多元观点 并在赔利后持续推进计划 发挥社会的影响力 就是说我们可以针对他们的提案 看有些什么的需求 我们可以做一些业师的每一盒 还有其实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保存人寿的同仁们也会变成了一些的赔利的志工 就是可以跟他们分享一下在业界一些经验 还有可以帮助到他们的一些提案可以更容易去落实 受险公司表示第二届保存创新制造所正式启动 增建时间从即日起到今年12月19号中午截止 邀请大专院校在学生以及毕业两年内的青年 踊跃提出解决问题的创新提案 共同成就人们的健康与福祉 记者许超雄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福祉